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 你会使用三公斤秤吗? 上次我只学过一公斤秤的用法 还不会使用三公斤秤 这次就由爸爸来教你吧 先看秤面 正上方有三公斤 这表示什么? 这个秤最多测量三公斤重的物品 没错 再来看刻度 从这里到这里是一大格 那么从零到五百公克 总共有几大格呢? 有五大格是五百公克 所以一大格是一百公克 很棒哦 一小格是几公克呢? 一大格有十小格是一百公克 所以一小格是十公克 答对了 这样一来就能来判断秤面的资讯了 像是你看看一公斤 从零到这里总共有几大格呢? 总共有十大格 代表是一千公克 很好 所以其实这样也能知道一公斤等于一千公克哦 哦 原来如此 现在把鱼放上秤盘 一起来看看 指针会指到哪里? 我会 我会 指针停在一公斤和两公斤之间 从一公斤开始数 一共有六大格和五小格 代表六百公克和五十公克 总共是一公斤六百五十公克 所以这条鱼重一公斤六百五十公克 很棒哦 马上就学会了 诶 是狐狸猫耶 狐狸猫爸爸妈妈好 小猪啊 你也来买东西吗? 对啊 我来帮家里买水果 我跟你说哦 我今天学会的如何使用三公斤秤秤重量哦 不错哦 我之前来买水果的时候也有学过 你手上的鱼可以借我一下吗? 我来操作给你看看 诶 这个秤我没用过耶 这是另外一种秤 最多秤两千公克的物品 所以也可以用来秤这条鱼哦 看我的 一百公克有十小格 所以一小格是十公克 指针要从一千六百再数五小格 那这条鱼就是重一千六百五十公克 嗯 我刚刚秤的结果是一公斤六百五十公克 小猪啊却秤出一乘六百五十公克 结果怎么不太一样啊 很好的发现 狐狸猫 你仔细想想这两种秤有什么不同 三公斤秤只有标示五百公克 一公斤 两公斤和三公斤 这个秤标示一百公克 两百 三百 一千九 之前学过一公斤等于几公克? 一千公克 没错 所以其实你测量出来的一公斤也可以把它换成一千公克 再和剩下的六百五十公克合起来是不是就是一千六百五十公克了? 哇 没想到这条鱼的重量还能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公斤和公斤和公克都是我们生活中常用到的重量单位 会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哇 我这颗凤梨可是有两公斤十五公克重 我们用的单位不一样 要怎么比较重量呢? 狐狸猫和小树蛙称的凤梨重量 分别是两公斤十五公克和两千一百五十公克 你知道谁拿的凤梨比较重吗? 答案为小树蛙拿的凤梨比较重 别担心 我刚刚跟爸爸学过 先把两公斤换成两千公克 我的凤梨是两千加十五等于两千零一十五公克 啊 两千零一十五小于两千一百五十是我的凤梨比较重 可恶 只差一点点 下次我不会输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观念吧 一 认识三公斤称 并能报读正确的称重结果 二 学会重量 公斤与功克 大小比较的方法 多urance研究整一下 苍个的一千五由 四将所有可以做出的音徹